今天分享一个家常烤鱼的做法 在家也可以吃到美味的烤鱼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准备一下食材 寡精雨淋的鲤鱼一条 顺着鱼背把鱼切开 这样切鱼 鱼肉更容易成熟 去除内脏 清洗掉鱼身上的缺水以后 在鱼身两侧轻轻画上几刀 方便入味 接着准备腌制 盆住加入食盐两克 白糖少许 胡椒粉两克 料酒十克去腥 撒出几粒花椒 一小把干辣椒 小葱一根捏出汁水 生姜一块切成片 把所有的料汁 涂抹在鱼身上 腌制十分钟 洋葱麦各切成片 驴豆芽一小把 放入盆中 大葱麦一根切成长段 生姜一块切成片 大蒜几粒切成粒 泡椒几根切成圈 放在一起备用 食材准备好以后 我们开始烹饪 热锅滑油 滑好锅后 倒出热油 加入粮油 把腌好的鱼放入锅中 鱼下锅后不要翻动 不停的晃动锅 让鱼均匀受热 鱼受热以后 周围慢慢卷起 一面煎黄后 来个小翻 煎另一面 把鱼煎至两面金黄以后 翻过来 倒出控油 锅内留底油 有烧热以后 撒出一小把干辣椒爆香 倒出准备好的配菜 快速炒散 配菜断成以后 加入食盐一克调味 开大火 快速电锅翻炒均匀后 起锅 把配菜盛放在烤盘中垫底 锅内再烧油 有烧热以后 放入几粒花椒 一小把干辣椒 倒出准备好的小料 炒香 加入辣椒酱五克 搅拌化开辣椒酱 炒出红油 从锅边淋入死粮的清水 开始调味 加入生抽二十克 料酒十克去腥 老抽三克挑色 再加入食盐一克 白糖少许 鸡肺一克 大火把汤汁烧开 倒入煎好的鲤鱼 煮两分钟 把汤汁渗入到鱼肉里边 两分钟以后起锅 把鱼和汤汁倒入烤盘中 撒上少许自然和白芝麻 另起锅烧油 把油烧热 撒出一小把花椒 一把干辣椒 开热火 把辣椒炒香以后起锅 趁热 把油积在鱼身上 最后放上香菜 撒上葱花 把鱼放在烤炉上即可 下载